说短了 训练的强度有增强 那这个时候都非常需要 一些心灵上的一些照顾 排下40位国军弟兄 都是军中的辅导长 每年固定有联谊 调试身心 就是全部都是辅导长 然后我们就说 那是不是可以犯一种方式 来我们进食堂 然后呢 也是让他们紓压一下 我们在慈激的体系里面 我们不是有慈激的 一德爸爸吗 一德妈妈吗 这些辅导长 其实他们也是很年轻 他们碰到有些状况 也是不知所策 那在军中是比较严肃的 那希望我们透过慈激 大家的一个力量 来能够给他一个正能能量 我们地球的水多了就 多 多 真的很多 你觉得不多 为什么觉得不多 看你在什么样的地方下 获得这样的资源 如果你在海边的话 你看很多 但是你在沙漠的话 相对的 它就很珍贵 对 现在在海沙的时候 一德行的时候 我还要做这种的时候 那些树木 塑加 从木板那就可以了 从水资源到环保回收 这群辅导长发掘 原来闲上方式可以如此多元 及国际化 北外志工的人选经验 也是他们学习的好榜样 大爱新闻学龄 曾瑞萍 陈和珊 台南报导 对 compensate 对 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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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么 那个资源